有多少朋友注意过 Windows 11文件资源管理器的默认位置主文件夹 Microsoft正在为其开发一个新的遍体 这是当前文件资源管理器的布局 再来看一下新版Windows 11主文件夹的布局 该功能是在Windows 11的Beta频道发布的 除此之外 Windows 11 release版本已经将文件拖拽到地址栏的功能恢复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选择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 点击加入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后面的极客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按钮 设计划 选择 嗯 嗯 嗯 选择Beta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立即重启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点击立即重新启动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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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更新完成后 下载隐藏功能激活工具Limitool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下载之后将激活工具进行解压缩 进入到Vivitool解压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重新启动之后 打开新版的文件资源管理器 就可以显示最新布局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选择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 点击加入Windows预览计划 后面的极客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选择Release Preview并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立即重启开始 重新启动计算机 继续按钮 更新完成并重新启动操作系统 文件资源管理器即可恢复 将文件拖拽到地址栏的功能 来看一下Windows11Release的版本号 定安放烤 Release Preview基本可以理解为正式版功能 如果期望下次更新的时候不再接收Windows Insider的更新 可以将下一版本的Windows发布时取消注册此设备滑快打开 最后请给小妹一键三连 谢谢您的观看 Firefox浏览器的新版增加了天气模块 但是需要手动打开 下载并安装最新版Firefox浏览器 在地址栏中输入About Config并按Enter键 点击接受风险并继续以确认操作 搜索视频中的设置选项 选项设置为True 搜索另外一个和天气有关的选项 双击设置为True 现在新建一个新标签 即可看到天气模块 都 Π原则掌在有机场上 使用之前都能安装 采设设计则 在急速尽量线时 在急速尽量线时 一些别比较高 你让你再继续 您多地点不架 太大 20